第四題乘上題 根據實驗結果做出物質分類 主要是依據下列哪個物理量 在講解上題的時候就講過了這個體積跟質量的圖 如果是斜直線 就表示體積跟質量的比值為定值 也就是密度為定值 如果存物質就會視為同一種的存物質 所以我們根據的就是體積跟質量的比值 也就是密度 所以第四題問我們說 主要是依據下列哪個物理量 我們答案選的是 物質的質量和體積的比值